我们现在位于银河展位 大家可以看到银河这些球板的广告 银河今年在纤维板上也有非常多的精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M102和M202 这一款是银河的M102 使用的是外置结构 然后M202使用的是内置结构 它主要区别在于 这两种现在外置和内置的方碳都是很流行 但银河使用的并不是方碳纤维 它使用的是一种叫做吸轮纤维的东西 吸轮纤维它有别于我们常见的那种方碳纤维 因为它的那个强度要比方碳纤维更大 但是它的重量要更轻 因此这两只球板国就会手握着感觉 应该都是不足90克 声音都是也是比较清脆 我们对这两款球板的性能也十分期待 然后咱们再来看银河战神系列的下两款球板 我估计很多球友对于抑制球板都没有什么概念 咱们来看一下银河战神系列的另外两款球板 是M901 我们可以看到M901的正面使用的是机式木 然而它的反面使用的却是零八面材 再看这只球板的侧结构 机式木的机式木面的那个吸轮纤维是放在面材之下 而零八面材下面的那个吸轮纤维是放在粒材之下 这样的抑制结构设计呢 能让正手跟反手形成很明显的差异化区别 也就是说一只球板能打出两只球板的感觉 比如这只球板应该就是正面 它使用了硬面面材 而且纤维外质 因此手感会比较偏硬 但是反面是软的较软的零八面材 而且纤维是内饰 因此手感就会偏软 假设一个球友正手 发力好反手发力差 或者是反手发力好正手发力差 你就可以根据这只球板 它的正面和反面的差别 就是软硬的差别 来决定你使用哪一面作为正手 使用哪一面作为反手 这次银河还展示了他们的新球台 这个球台的名字叫做RealX25 这个球台的颜色非常的好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种海蓝的那种颜色 非常的亮 而且它的底座是用一个X的造型 最后咱们再来看一下银河这张多功能的家用小球台 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 这个小球台的台面上有一个中国象棋的棋盘 然后在它的下方还有一个小的篮球框 并且还有放水杯的位置 也就是说如果家庭准备一个这样的小球台呢 既可以吃饭 还可以下向棋 它是7加2结构的球板 面材使用的是檀木 然后它两层碳素是放在它云山立材下面的两层薄碳 它使用薄碳的目的其实也是为了 因为本身7加2也是一个相对偏硬质的结构 使用薄碳也是为了让球板的手感不要变得那么硬 还是挺好看的 接下来咱们说一说那个玉康腾新款的化生套胶 化生套胶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它实际的样品 这款套胶面胶颗粒十分的清晰 感觉就很像是ESN以前的一个clean technology 就是清澈技术 就是你在那个底皮上能明显看觉 能看到那个尺力 它的大小 它的宽度包括它的高度等等等等 机球的声音也是不错的 旁边套胶它的海绵孔径做的都不是特别大 但是还是比较大 然后它在那个海绵的尺力上 把海绵的尺力做成了一个塔形 并且海绵的尺力比较长 这样有利于机球时的形变 像打星球的那种 打星球的那种厚重感就不会太明显 因为现在普遍反应星球变重了嘛 难以加转并且难以打出速度 雷神太可 打星球没什么问题 用作反手还是非常爽的 咱们再看优拉的这一只 Aluna Off Aluna Off实际上是去年 里约奥运会一匹大黑马 Aluna 为Aluna 它是优拉的签约运动员 所以优拉为它量身定制了一款 以它名字命名的球板 这款Aluna实际上是根据它 Aluna以前使用的螺丝机型 而改良过来的 球板采用的是5加2结构 主要变更的地方还是球板的手柄 大家可以看这只球板的手柄 在虎口的位置做了一些收缩处理 它的握感相对于螺丝机型来说 要更细小一些 更适合 可能相对来说更适合 手型偏小的球友 而原始的螺丝机型呢 虎口相对粗犷 可能更狂野吧 咱们再来看看 优拉今年新出的这一款 3D传奇水晶鞋 它比较有特点的地方是 首先鞋身是3D打印 其次它的那个荧光色款 使用的是一个水晶鞋底 大家也可以清晰地看见 这底下的一个透析孔 底下有那个钢丝网作为支撑 球鞋虽然不算轻 但是它的包裹感还是不错的 整体的支撑力也还行 这款球鞋分为两个款式 分别是荧光色款和白色款 荧光色款可能适合 比较喜欢那种骚气的朋友 然后白色款相对低调 我们现在位于暗度展位 大家都知道暗度是一个 非常年轻的品牌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它们新款的瑞莎套胶 包装也是十分的鲜利 然后胶皮 它们也都剪出来了 在这里可以进行试打 大家可以看我的身后 我的身后就是那个新瑞莎的 那个广告图 新瑞莎名叫Recenter 就是之前瑞莎叫Recent 就是现在的瑞莎使用者 也就被称为Recenter了 Recenter这次一共生产了六款套胶 分别主要分为两个系列是V系列和R系列 R系列有四款一度 V系列有两款一度 而这一款套胶它最大的特点是 它的海绵厚度有2.3毫米 我们常见的镜头套胶的Max厚度 差不多也只有2.2 因为现在新材料球出现之后 可能海绵它需要有更强的厚劲 所以这次可能暗度在整体厚度不超厚的情况下 加厚了海绵的厚度 所以让瑞莎系列打起来会更有力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里的实际拍摄效果 我手上这支是242 反面是247 而系列是代表着旋转 让面胶有最大限度的旋转 那V系列代表的就是速度了 大家可能还好奇 R系列和V系列除了海绵的那些硬度差别 它为啥就是通过那个系列的划分 能划分成速度型和旋转型 实际上是根据它尺力排步的一些情况 造成的性能上的区分 R系列的那个尺力相对更大 也就是说那个撞击 偷板速度没有那么快 能够进行更长时间的有效摩擦 而V系列它使用的是那种尺力相对来说 排步的比较稀数 排步的稀数之后呢 就是面胶更容易打透 偷板速度更快 因此速度上就更具备优势 OK 我们现在位于尼塔库的展位 尼塔库的展位虽然不大 但是新品还是挺多的 我们先来一点一点看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张 哈姆的POWER 它其实就是国内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套交 紫泥对于新材料球的 针对新材料球推出了一个新品 哈姆的POWER 实际上国际会军也还没有试打过 但是国际会军表示非常的期待 因为紫泥实在是太经典了 应该是影响了几代人的产品之一吧 经典的日系之一 另外的这款ALHELG这款套交呢 它在今年也是推出了两款新品 可能大家对于中日合璧的套交印象不深 但其实这款套交是一款中日合璧的典型 它使用的是日本制造的面胶 然后中国制造的海绵 因为现在的中国海绵研发技术 也是世界比较领先的了 这款套交就是一个典型的中日合璧技术 下研发的产品 它有两款 一个是SC Sponge跟SR Sponge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今年的SR Sponge那款套交不在 所以咱们先看一看SC Sponge 咱们再来看一下 尼塔古今年新推出的旋风王系列 旋风王系列呢 实际上也是有三款产品 但是今天展位上只有两款 所以咱们先拿两款说吧 旋风王这个系列呢 是分五层纯木 外质纤维 还有一款内质纤维 内质纤维今天不在啊 五层纯木使用的是经典五层结构 然后使用的是基赤木作为面材 然后外质纤维呢 它就是一个经典方碳结构 但是它的那个面材使用的并不是 常见的那个COTO面材 而使用的是相对偏软的08面材 这支球板它的长度并不长 大概只有156 157这样吧 但是手感非常的柔和 如果你觉得普遍来看外质方碳 手感偏硬的话 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支旋风王的外质 旋风王的外质手感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那支不在的旋风王内质 它应该叫Tonado King Power 那支那支也是非常非常的柔和 弧线非常好 手柄是蓝色的 但是这次没有 所以也没法直接用视频给大家展示 尼他湖的球这次作为亚锦赛 还有本次即将杜塞尔多夫使用的 那个比赛指定用球 尼他湖的球还是非常有特点的 尼他湖的球它使用的也是有缝球材质 但是尼他湖的球 他相比国内常见的有缝球 他的那个硬度感觉要高一点 就是一般发力虽然不容易打透 但是这个球非常非常的结实 而且他的球感是相对于 比较接近赛路路的 打起来的感觉很爽 让你感觉很爽 不过对于喜欢加摩擦的选手的话 你可能得改变一下手型 因为这个球国家会军也经过了实际式打 感觉并不是特别容易下转 不过这个球非常耐打 因为国家会军打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把这一粒球给打碎